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开店教学网站 开网店就上开店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是 3w.开店.tv 大家好,我叫汪湛 让数据缔造价值 我为生意参谋代言 本次课程内容是 持农车相关名词解释 而本节课程主要分为 持农车重点名词解释 生意参谋相关名词解释 持农车重点名词解释当中 我们来看第一个 关键词出价 关键词出价是 当买家通过输入关键词查询 在持农车展示位置上点击宝贝 您愿意支付的最高点击价格 在上一堂课程当中 我们有提到过 您的扣费是不会高于您的出价 而我们这里所设置的关键词出价 也就是我们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 第二个默认出价 默认出价是对推广中的一个宝贝 所有添加的关键词设置的默认推广价格 而这个默认出价调整是 不能基于之前有调整过的关键词 也就是说你调整了这个关键词的出价 是不能再设置默认出价的 第三个质量得分 质量得分主要用于衡量关键词与宝贝推广信息 和淘宝网用户搜索意向三者之间的相关性 其计算依据涉及多种因素 我们首先理解为 关键词与推广宝贝信息 以及关键词和淘宝网用户搜索意向相关性 那我假设我们添加了一个关键词叫默认群 而我们本身产品是蓝装外套 那这种关键词与我们的宝贝推广信息是不相符合的 为了我们所得的质量得分也是非常低的 然后买家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 他想买默认群 他在淘宝搜索的时候 搜索默认群三个关键词 而我们所展示出来的宝贝 包含有蓝装外套展现给买家 买家是不愿意去看到这种产品的 对不对 那我们对于这种不符合买家搜索意愿的产品 那是不会展现给买家的 所以质量得分 就是用于衡量我们的关键词与推广信息 还有淘宝网用户意向之间的三者的相关性 我们相关度越高 那我们所得的质量得分也会越高 那其计算依据包含有 其计算依据包含了我们的 创意质量相关性和买家体验 创意质量是指关键词所在的推广我们的宝贝中 它的一个推广创意效果 包括推广创意的关键词的点击反馈 图片质量 还有推广标题等等这些内容 而相关性相关性就是关键词与宝贝类母的相关性 关键词与宝贝的属性相关性 关键词与宝贝本身信息的相关性 这三者的相关性是否与我们的关键词有着高度的相辅程度 如果说我们的相辅程度越高 那我们相关性这块的分数也会越高 而买家体验呢 包含了直动车的一个转换率 收藏加入购物车 关键营销详线加载速度 好评率差评率 反应速度等 这些影响到了我们的买家体验的这些所有因素 它的计算依据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主要的可以看得到 在直动车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是 转换率收藏和加入购物车 那对于这三者我们是必须要做好的 如果说我们的转换率 这个关键词在我们推广产品当中的转换率高 加入收藏高 加入购物车高 那对于我们的买家体验效果来说也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买家体验还包含了买家的评价 对于我们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处理等等这些因素 内容包含的内容非常的全面 那我们的质量得分想要提升 也就是从我们的创意质量相关性和买家体验这三个维度里面去做优化 第四个点击率 英文缩写CTR 点击率是推广宝贝被展现后被点击的比例 它的公式是点击量除以展现量 在我们中车后台是有点击量和展现量的名词 然后点击率的公式就是点击量除以我们的展现量 点击率可直观表示宝贝的吸引程度 点击率越高 说明宝贝对于买家的吸引力就会越大 就像我们这里 哪一款产品 它的图片所展示能够吸引到买家 那它自然它的点击率也会越高 而这款产品它点击率越高 那它的被买家所吸引所受欢迎度也会越高 对不对 那我们的产品效果就要比其他的产品效果要好很多 然后推广创意 推广创意以及我们的宝贝展现形式 在自动车推广位置上 用户的推广以宝贝的推广图片 以及推广标题的形式展现 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也讲到过 我们的自动车展现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推广图片 以及我们的推广标题 如果我们的推广图片和推广标题 所展现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我们的推广创意效果也会有所提升 创意质量也会提升 第六个展现量 展现量推广宝贝在中车展示位上被买家看到的次数 也就是我们产品的爆光量 很简单的意思 然后点击量 通过宝贝在中车展示位置上被点击的次数 注意虚假点击会被中车反作弊系统过滤 这个虚假点击也就包含了重复点击 它会进行去重计算 如果说你在自动车展示位置上 展现出展现了买家眼前 买家在一个时间段内多次点击 它只会算一次点击 这也是淘宝反作弊系统的一个过滤 以及重复点击的一个清理 然后ROI ROI也是我们的投入产出比 也叫投资回报率 它的公式是总成交金额除以花费 反映淘宝直动车点击花费带来的支付宝成交金额的比例 我花了多少钱成交多少钱 这样的一个比例 ROI越高说明我投资回报率也会越高 我花的钱越少 成交的金额越多 我的ROI相对就会越高 然后平均展现排名 平均展现排名等于每次展现排名的总和 除以我们的展现量 即推广宝贝在中车搜索 营销展示位上参与竞价的平均排名 你的产品平均排名在第一 第二名第三名第十名 你的排名平均排名就可以体现出你的产品在中车上的竞争情况 第十个平均点击花费 英文缩写PPC 平均点击花费等于我们中车总花费除以点击量 也就是说 推广的宝贝每点击一次所产生的平均花费金额 这直接体现出我们的整体的直动车效果 平均点击花费 它是通过我们的整体花费除以点击量 而我们的扣费 扣费公式是下一名的这样的得分 成下面的出价除以我的这样的分加年0亿元 而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扣费情况 就是通过我们的扣费公式来决定 而我们的质量得分越高 我们的扣费也会越低 同样的你的平均点击花费也会越低 然后第十一个签字展现花费 也叫CPM 签字华展现花费等于花费除以展现量 乘以1000 即推广宝贝在直动车展示位上 每千次展现的成本价格 用于评估推广宝贝 及其创意在直动车营销推广中的展现成本 你的直动车推广展现1000次 所要花费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这直接可以体现出我们直动车的创意效果如何 你展现1000次你的点击率越高 你的点击次数越高 那我们的花费相比较来说也会越高 那我们直动车所产生的费用 签字展现花费也相对来说也会高一些 第十二个总成交比数 总成交比数等于直接成交比数加间接成交比数 即推广宝贝在淘宝中车展示位 被点击后所有通过珠宝交易的成交比数 也就是这里就要区分什么是直接成交比数 什么是间接成交比数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直接成交比数 也就是说你在直动车推广的这个产品当中 买家通过直动车浏览到你的这个产品 点击进来购买了你这个产品 这个叫直接成交比数 而间接成交比数 间接成交比数就是我们推广宝贝 在通淘宝中车展示位被点击进入后 进入到这个产品页面 但是他购买了店铺当中其他的宝贝 所成交的比数 这就是间接成交比数 那这里直接成交比数加间接成交比数 也就是我们的总成交比数 再有第十四个点击转化率 点击转化率等于总成交比数除以点击量 这里统计的是总成交比数 不是总成交人数也不是总成交件数 而是比数 直接反映的直动车 点击转化支付宝成交的比例 从点击进来转化为支付宝成交 这样的一个比例 点击转化率越高 说明你的产品成交越好 卖的也越好 总成交金额 总成交金额跟总成交比数 有一个不同点 就是一个是统计金额 一个统计的是比数 它等于直接成交金额 加间接成交金额 即推广宝贝 在淘宝直动车展示位被点击后 所有通过珠宝交易的成交金额 包含买家所支付的运费 这个直接成交金额 与间接成交金额 也是与刚才的比数 已经有比数的区别 暂停与推广中 这个是我们在直动车后台当中 可以看得到的 暂停的状态 也就是我的这个直动车淘宝账户 处于下限的状态 你可以暂停某一个推广宝贝 也可以暂停某一个推广计划 而推广中 也就是与暂停是相反的 在淘宝直动车账户中处于上限的状态 也就是再推广状态 而我们的推广计划是不可以删除的 我们的推广宝贝是可删除的 我们再看一下生意参谋的相关名词解释 这就是不是在直动车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名词 术语 而是在生意参谋后台当中 这些名词与我们的直动车是有息相关的 所以也跟大家拿出来讲解一下 访客数 访客数有很多商家朋友会理解为访客数 就是我们等于我们直动车的点击量 这是不对的 访客数是我们店铺的人流量 同样点直动车里面的点击量 也是通过直动车进入到我们店铺的流量 但是点击量 我现在比如说我在点击你的直动车的时候 我现在点击一下 隔了一段时间 我又点击一下 那在统计访客数的时候 只算我一个访客数 而在统计你的直动车点击量的时候 是算我两个点击量的 这就是不同点 然后浏览量是PV 店铺各页面被查看的次数 用户多次打开或刷新同一个页面 该指标值哪家 也就是说 我有一个买家朋友进到你的店铺来 被查看这个页面 他就浏览了一次 如果说他浏览了两个页面 就浏览了两次 如果说他在该页面进行了刷新 他就会多增加一次 也就是我的浏览量 这就是浏览量 然后支付金额 支付金额也就是 这个字面意思 买家拍下后通过周本 支付宝支付给您的金额 这里是没有剔除退款金额 以及预售阶段付款 在付清当天才进入当内 这里是意思是说 你的预售商品 它是前面所付款预售的商品的价格 它是当天是不记录到你的支付金额当中 等你预售商品开始的时候 买家付清 同一次性累积到你的支付金额当中 然后这里没有剔除退款金额 我们的支付金额 也就是纯粹的买家通过支付宝 付给我的金额 也就叫支付金额 支付买家数 支付买家数 统计时间段内 买家完成的去从买家人数 预售分阶段付款 在付清当天才进入内 即统计时间段内 在PC端和无线端都对商品完成支付 买家数计为1 它支付买家数是可以进行去从计算的 也就是说 我当天早上来你的店铺购买了一个商品 然后晚上又进入到你的店铺购买了一个商品 我这里的买家数是1 不会进入为2 这是支付买家数 然后支付转化率 支付转化率统计时间段内 支付买家数除以访客数 即来访客户转化为支付买家的比例 这个支付转化率 同样又会有很多卖家结合直通车 顾名思义 点击转化率跟支付转化率 会混合在一起 但是支付转化率是不等同于点击转化率的 点击转化率是公式是 是通过直通车 成交的比数 除以点击量 而支付转化率是支付买家数 一个是比数 一个是买家数 一个是点击量 一个是访客数 对不对 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同的 第六个客单价 统计时间内支付金额除以买家数 即平均每个支付买家的支付金额 这个客单价也就是统计了每一个支付了你的商品的买家到你的店铺来所花费的金额 它是没有统计访客数的支付金额除以支付买家数不是除以访客数 它是统计了付款的买家 没付款的买家是不统计在内的 然后跳试率 跳试率一天内来访您店铺流量浏览量为1的访客数 除以店铺总访客数 即访客数中只有一个浏览量的访客数的占比 该值越低表示流量的质量越好 多天的跳试率为各天跳试率的日均值 这个跳试率很好理解 我们先理解什么是跳试 跳试来访您店铺流览量为1的访客 这叫跳试 也就是说他只流览到您店铺一个页面就走了的访客 它就叫跳试的访客 而跳试率浏览您店铺的一个页面的访客占店铺总访客的比例 占店铺总访客的比例 这就是我们的跳试率 如果说这个跳试率越低表示你的流量质量越好 也就是说你跳试率越低 我的浏览量为2以上的访客越多 证明我的流量质量越好 这是很好理解的 人均浏览量 人均浏览量等于浏览量除以访客数 统计的是多天的人均浏览量为各天人均浏览量的日均值 浏览量除以访客数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访客平均浏览的页面数 对不对 每一个访客平均浏览页面数 我的人均浏览量越高 说明我的流量质量越好 与跳试率这个越低的意思是相近的 人均浏览量也就是我们的浏览深度越长 次数越多 我的人均浏览量也会越高 然后平均停留时间 它是以秒来计算的 不是以分 以秒来计算 理解意思是来访邻店铺的所有访客 总的停留时间除以访客数 所有来计店铺买家A 来计店铺浏览了30秒 买家B浏览了60秒 它的平均停留时间就是30加60除以2 30加60等于90除以2 平均是45秒钟 单位为秒 多天的人均停留时间 时长为各天人均停留时长的日均值 我的停留时间越长 说明我的流量质量越好 但是这也有一些额外的影响因素 像PC端的浏览时间 与无限端的浏览时间是不同的 那综合起来的浏览流量 平均停留时间 停留时间 综合起来的停留时间大概是在多少 时间越长说明它对你的商品越感兴趣 对你的店铺越感兴趣 说明它的流量质量就越来越好 如果说浏览停留时间进来了 立马就走 说明对于你的商品是不感兴趣的 我们要理解好这些名词所带给我们背后的一些数据 是能够提升我们店铺进行运营规划 以及优化的 那今天的直通车相关名字解释就讲完了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必须要手机名词公式 为数据分析做基础 不仅是直通车的名词公式 还有一些刚才所讲到的生意参谋的名词公式 这些公式对于我们来说 在后面都会为我们去做数据分析 做好基础的 然后更深层次明白名词给我们带来的数据 这些名词带给我们背后只是一个数值 而这些数值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 这些课程我们在后面都是会有讲到的 但是大家要在听后面课程的时候 需要去理解我们的名词 理解它的含义 熟记它们的公式 谢谢大家 再见